Hello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是乡村小屋住房改造系列 那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主角团 那我今天就要来整修的是 他们要住的小屋 那其实他们住的可以算作是一栋 非常漂亮的别墅啦 那你们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穿粉色裤子的是妈妈 然后穿白色衣服的是女儿 然后那位男士是父亲 我之所以称作他们住的是别墅 是因为他们的住房空间还是很大的 那这就是我们的主角 我是先创造这个角色的 然后我们接着又创造了他的男友 然后他们就有了一位可儿的女儿 然后女儿现在已经是高中生了 高中快毕业了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女儿 其实年龄也是蛮大的了 我们的主角叫蔡翩翩 姓蔡的一家 这就是他平时穿的衣服 穿着的一些风格 我是很喜欢这种类型的风格 我觉得很好看 那我希望大家也会觉得比较好看 我是爱她 比较的 上班 就刚才能穿着 这种类型的观众 还会变成 巨大 我赶快 在这种类型的风格 我赶快 点 我蛋 那其实蔡边边和 和她的男友呢 本身其实也是大学同学 后来在一起 觉得性格非常的合适 所以就住在一起 就有了这么一位科技女儿 五官还是很像妈妈的 就是肤色可能就是 靠近一点她爸爸的样子 那她爸爸的名字叫包竹西 那她的女儿就叫蔡春 其实就是肤色不太一样 就是五官真的就是跟妈妈非常的相似 蔡春的脸型像她的爸爸 那我现在就是稍作修整 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 我们今天的主题 修整乡村小屋 在英国长成这样 真的是美女中的美女啊 我还蛮喜欢这种深色肤色的女生的 就感觉她们真的非常的阳光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整修后的样子 那这就是我们的后院 我们的后院是烧烤和party的最佳场所 我上面放了很多好吃的食物 然后放了路灯 就在晚上的时候 就是也是可以非常玩的 非常尽兴的 这些是唱卡拉OK的一些东西 还有画画的东西 那我们有两头牛 因为毕竟是乡村生活嘛 所以这种元素是必不可少的 然后我们还有种田的一块区域 自给自足 我们先来浇个水 然后除个草 然后上一点杀虫剂 那这里就是我们的小池塘啦 我们小池塘可以在水里面玩啊 然后钓鱼啊 然后在水里找青蛙 然后这里呢 就是狗狗们的天堂 那我们家有两只狗 然后这里也是就是种菜的区域 那这里就是健身的区域 这里有一个泳池 那外面就介绍完了呢 这里就是里面的一楼的厨房 是主厨房 那楼上还有一块小厨房 就东西少一点 那这里就是我们准备给大家吃吃喝喝的主要的场所 那这里小小的这一块区域就是玄关 那往里面走呢 就是一块比较大的空间 大家可以换衣服啊换鞋子啊 然后等待的这么一个场所 那这里就是一个主客厅 有取暖的地方 镜子啊 然后电视机会客厅吧 然后我们就把会客厅弄得比较明亮 然后这里一块区域呢 就是我们跟老朋友叙旧的时候 的这么一处内置的客厅 那这里就有很多的书啊 画啊 还有一些吧台啊 我们这里也有取暖的地方 那我们再往里面走呢 就是我们的书房了 那我们平时工作练琴 都是在这个房间里面完成的 那你们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一楼的卫生间 一楼卫生间不大哦 就是空间还是蛮小 但是够用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楼上还有 还有卫生间 空间就会稍微宽敞一点 那我们当然是拥有的是 箭台一哥 我们来到了二楼 那这儿就是二楼的玄关处 我们这里换鞋啊 然后打扮一下自己的地方 那我们就是二楼的卧室 这是主卧室 是有点半开放式的空间 这就是我们的二楼的厨房 这是我们的次卧室 但是我们次卧室 是有化妆台的 这么一些就是女性用品的一些 主要的地方 然后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浴室 其实二楼一般性 客人是不能够上来的 是我们主人的一些 私密的空间 我还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OK那就差不多 就是这栋房子的剪接 就到此为止 我还蛮喜欢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修整小屋的时候呢 我并不会把原先的所有的东西一开始全部都打掉 因为有一些标准的物件和摆设呢 就是他们放在那里可以提醒我说 就是这些东西是需要的 因为我并不是修整住房的老手 那我这里摆的一些架子呢 架子上面就可以摆一些 我们厨房该有的一些用具 一些小小的一些餐具啊什么的 因为细节放的比较多 那看上去就比较的真实 那我们就是该放的该有的一些模组呢 都要放上去 但是至少要留一块到两块的空地 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的模拟小人做饭 我本人是蛮喜欢喝可乐的啊 所以就多放一点 嗯 这种一袋一袋的可乐 然后一些盖焦饭呢 还有一些调味料什么的 还有一些锅子 就是一定要好好地放上去 这样子以后玩游戏的体验 也会更加的具有真实感 大家猜一下我这是用了几倍速 五倍速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快啊 我觉得 如果不就是加快的话 就整个视频要两个小时 麦片也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这是我们的早餐嘛 我们有些时候就没有空去做早餐 就是麦片牛奶一泡就 吃一下就可以去上班或者上学 然后水果和蛋糕也是必备的 吃甜食真的可以让人变得快乐一点 但是不能吃太多 我们还是要以健康为主 我这里再加一个粉铺 是因为有些时候 女孩子就是会乱放东西嘛 就是偶尔忘记 会放在哪个地方 那这些模组 我已经在之前的视频里面 给大家 就是在简介那里 就是那块地方已经给大家推荐过了 那厨房的部分我们差不多就要完成了 我们可能还会再加几个架子 就可以了 我们的地毯是不能够忘记的 我们的地毯是不能够忘记的 我每次建房的时候都是不停地在犹豫 放这个好呢 是放那个好 墙纸是用这个颜色好呢 还是那个颜色好 我还是个蛮纠结的人了 我不知道其他的那些博主 就可以完全就说 我就是要这个墙纸 然后就放上去 就出来都没有犹豫过的 可能也是因为我对这个游戏 也没有那么的熟悉吧 那上面这些呢 都是比较新的锅子 就放在上面 这是洗碗机 我之前忘记放洗碗机了 我们就不弄那个咖啡机了吧 因为我们的主角不太喜欢喝咖啡 就喜欢喝茶 因为茶呢 明目嘛 是这里儿 不知道 您的博主 您可以因此 大 那现在我们整修的地方呢是会客厅 那会客厅主打的就是要明亮宽敞 至少给客人一种舒适愉悦的心情 我们窗户就是要搞得非常的明亮 然后窗帘最好也是透明的 这本身也是我的首选 我只想在这里再放一个牛股 因为毕竟面积这么大嘛 两两头牛应该是可以的 不知道这样子能不能把牛放进去 所以我试一下 我的一个想法是 我只能把牛股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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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插一个其外话 我觉得牛是一种非常通人性的动物 勤勤恳恳恳恳 任劳任怨又非常的脚踏实地 我蛮喜欢它的特质的 虽然说在现实生活中 那是不太可能去养牛了 那当然因为住在城市里面 大家都不太可能去养牛 我会删掉蛮多绿化的 因为我觉得绿化占了蛮多的空间 如果没有这些绿化的话 我可以放更多的游玩设施 那在今后的日子里 这户人家应该会天丁吧 至少五口人 因为这个家真的蛮大的 有三张床的双人床 两个厨房 三个客厅 然后卫生间和洗浴室 都不止一两个 然后还有种田那么多的地方 还有养牛 还有养狗 两位大人应该照顾不过来 那我会让我们的菜片片 应该多生几个 但是爸爸不一定是谁 我们过来物色一下 我们先把这些 种菜的土壤 先放在这里 如果说以后觉得太多 还是太少 我们之后再来改 那小池塘也是 也是必不可少的 是小孩子们特别喜欢游玩的地方 游泳池也是啊 游泳真的是一项非常 好的运动啊 其实全身心的运动 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 会客厅 我们地板看上去毛茸茸的感觉就特别的温暖哦 这样我每次建完房子的时候 大家会问我 夏天怎么办 其实我在英国这么多年 我都忘记夏天的感觉了 我知道在国内的时候 夏天真的是 我是一出门 我身上就开始流汗 躺汗 而且是皮肤有种灼烧感 尤其是九月份八月份的时候 但在英国完全感受不到 夏天就两个星期 而且不是那种 灼热的感觉 没有的 就最多就是热到 你坐下来 就是静不下心的那种程度 而且英国这里 基本上是没有冷空调的 是 小说的 一天 就是 小说的 在保护载的 都是 小说的 小说的 这些 它的 它是 你说 不是 邪 优费 watches 你 还是 豆 即 帅 我很喜欢一种空间感的 那种感觉 那我们的会客厅就差不多 就要完成了 大致上的一个大方向就完成了 那细节的话呢 我会在之后的玩法当中慢慢的修改 但也不会改太多的 我们中间这一个过渡的空间 我不想弄得太过于复杂 我们的柱子都改成黑色的吧 透明的屋顶 是我的最爱 我们在外面的桌上放一点 吃的各种的美味佳肴 加一点 乡村生活嘛 我们的主角会在外面 试试太阳啊 喝喝茶之类的接待客人 可能外面利用的空间 要比室内利用的空间 还要再多 多频率耶 像现在的阳光就特别的好 那我们再回到玄关处 我也想再多加几个架子 就是有放置其他物品的一个空间嘛 就是有放置其他物品的空间 在哪里的空间座 就像画一样的空间 就是有放置其他物品的空间 就是有放置其他物品的空间 是有放置其他物品的空间 在哪里的空间 我们来到有吧台的这么一个客厅 我们来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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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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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格的家居装潢 和室内设计 我们多放一点 就是宠物吃的 石喷 因为我们等会还要再养一只猫吧 三只宠物 四个盆子 我们到了晚上是不是超美的 我感觉我好像没有在管 下雨的时候外面的一些东西怎么办呢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先这么放着 先好看就行 然后慢慢的以后再来改 来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楼下只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洗澡的 我们楼上就放多一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我们这支视频应该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 喜欢我设计的乡村小房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哦 拜拜 拜拜